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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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人家說如果啊 你家裡有個大明星 比如說你爸媽是一個明星 做兒女的時候有的時候很會受騷擾 但是如果你家裡有個政治家 他們的兒女 會不會是非常非常辛苦呢 今天我要訪問呢 一個媽媽是 一直的名義代表 一個爸爸呢 又做官又做市長 那自己又是一個大明星 所以在他們的家裡的生活 到底是怎麼過的呢 讓我們來歡迎這兩位漂亮的女兒 好像歡迎兩個模特兒出來一樣的 不是介紹什麼政治人的女兒啊 或者什麼 剛剛我在想喔 其實 今天這兩位呢 其實說起來 婷婷大家都認識了 就是說 她自己已經是成為名演員了 但是在她旁邊這一位呢 不是凱臥的名模啊 但是最近如何 她名模有點老 不會 對不起啊 你幾歲 三十一 妳有三十啊 三十一 三十一 我是... 對 妳是醫生的 主治醫師 差不多就這個年齡 婷婷 妳十八 十九 沒有... 我比她小一歲 婷婷妹妹 妳比她小一歲 一歲 她們兩個呢 生長在一個... 說起來很不一樣 但是也某些地方是很相同的 我想最近大家看到一個廣告喔 突然發現了有一個美女被藏在一起 我們先來看看喔 陳清輝是怎麼出現的 我是外公外婆帶大的 妳也許聽過我外公的名字 她是前監察院長黃尊秋 她每天早上都幫我做早餐 一碗白飯 和一個加醬油的荷包蛋 十幾年來天天如此 可是我不喜歡她做的便當 不好吃 所以我常被監察院長和警察追 小時候媽媽很少來看我 有時我想她會哭 但是媽媽不許我哭 她說軟弱的人才哭 也許她說得對 因為我很少看到她哭 後來外公生病了 那年我考上台北醫學院 外公來不及等我當醫生就走了 我還記得我拿醫師執照去給外公看 那天晚上 我在夢裡看到外公笑了 媽咪一直都忙 忙得我必須自己去看她 有一次我擔心媽媽沒錢 把鋪滿的零錢倒進她的包包裡 現在想起來 她的包包已經夠重了 我還增加她的負擔 每一次我在看到這個廣告的時候 其實 第一 我要憑良心說 妳媽媽算是很有名的立委 妳哭 我也會跟著哭 先不要哭 我沒有哭 我的意思是說 我一直以為妳媽未婚 我一直以為 黃少俊 洪秀柱 都是嫁不出去的立委 她看起來很像 很像人知道她有女兒 她把妳藏得很好 所以妳是滿月了以後 就跟外公外婆在台北長大嗎 對 我滿月就被送到台北 從此以後我就跟外公外婆 還有舅舅 舅媽住了一輩子 住了一輩子 所以媽媽對妳來講 當然就是重大的事情的時候 才會碰面了對不對 對 小時候幾乎很少 婷婷實在很難想像 因為婷婷長在這個 其實應該說是一個 做政府官員也好 或者是選任何的東西也好 其實家 家庭有的時候 就是必須被牽得走 婷婷那小的時候 其實爸爸也有住外 有什麼 但是都是一家人 還算在一起吧 對 我真的離開他們 是我16歲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爸爸被派到美國當 駐美代表嘛 那我們就全家一起過去 然後我在那裡 申請上了大學 然後他在一年之內 就被調回來 台灣做外交部長 那我就決定留下來 所以從那個時候到現在 我就沒有再跟家裡住過了 因為婷婷的媽媽 我們都很熟 小小婷 就是一個 在中世非常有名的演員 然後認識了胡志強先生以後 就不再演戲了 你那個小氣的爸爸不知道 因為爸爸那時候 要出國念書嘛 對 他們兩個就是 就是媽媽在最紅的時候 就為了要嫁給胡志強先生 其實你爸爸那個時候 也不知道他會做什麼 我爸爸那時候是個窮學生 窮學生 然後我媽媽就 我媽媽就是愛我爸爸嘛 那就為了他就是放棄一些 可是在那個時候 我媽媽不覺得他是放棄 他不覺得嗎 通常人都說 你幹嘛跟那個窮學生呢 跑得越過去 對我媽媽來講 這樣講話還大什麼 對我媽媽來講 愛情是最重要的 對 跟著... 胡市長然後到了 那時候不是胡市長 就是窮學生 胡先生 然後到了英國 然後 當然他覺得得了很多東西 因為生了你還有弟弟對不對 我是在... 我是在那兒生的 丁丁是... 弟弟是回來才生的 回來才生的 然後我記得很多年以後 可能... 爸爸當了新聞局長 駐美代表 外交部長 一直這樣這麼多年以後 有一次 可能已經到台中了 到台中做市長 有一次媽媽講出心裡的話 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 我最快樂的那幾年 就是跟你當窮學生 窮到不行的那幾年 然後我爸爸很驚訝 因為我爸爸認為說 我們後來生活慢慢變好 慢慢穩定 然後... 其實那應該是讓你更開心的 那幾年啊 媽媽說... 媽媽就搖頭 她說我最快樂最想念 就是跟你在牛津當學生的 那一段苦日子 其實我想應該是... 應該也是啦 對 那個時候她才完全擁有我爸爸 她完全擁有你爸爸 而且兩個就是窮 應該講窮學生也好 但是呢 有點錢吃點好吃的 那就是最好吃的 只要有彼此就夠了 就有彼此就夠了 你們兩個現在有彼... 有人嗎 回來要分給別人啊 對不對 回來幫政府做事 就是一半都要分給人民啊 90%都要分給人民吧 對啊 到地方更不用講 我覺得你媽媽就是... 你媽媽就是... 就像戲裡一樣的 就是那種... 那種... 爸爸就是天啦 那爸爸... 對 孩子就是寶 然後呢 爸爸說什麼 我們就... 但我常開玩笑 我說我們家四個 爸爸媽媽我跟弟弟 其實我媽媽還是最愛我爸爸 爸爸 真的嗎 真的 她每次看到我回家 都會抱我說 寶貝你回來了 我說... 她說我好想你 我說... 你老公在 其實你就...就開心了吧 她就會嘔笑 真的嗎 不是不愛 不是不想 可是可以看得出 他們感情真的很好 她真的就是很愛這個 很愛爸爸 很羨慕吧 這話聽得來 是你媽媽真的太羨慕了吧 我覺得你媽媽 黃昭順 我們要好像叫女士 其實一直在... 在我所認識的她 做立委的時候 挺兇的 很嚴厲 而且你沒有改變她 髮型的時候 那頭真的不好看了 然後眼鏡戴得很大很大一片 我真的覺得她是沒有嫁出去過 她不好溝通 所以這次要 所以我是先以身作則 我說妳看這樣剪短的髮 不是很好嗎 年輕很多 然後把她那個 半瓶衫的髮型換掉 還有她的妝 現在... 因為我最近也 越來越多人知道我是誰 所以我出門已經不敢不化妝 有點不習慣 所以早上起來 我會順便也幫她化幾筆 因為我覺得化妝這種事 跟我們醫生開刀一樣 就是每天做會越來越熟練 妳這樣講就好害怕 我在演這個廣告之前 幾乎平常完全不化妝 所以妳在念醫學院的時候 妳算不算校花呢 不算 不算嗎 對 那個時候胖嘟嘟 胖嘟嘟 其實妳媽因為是一直瘦瘦的 對 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對妳媽媽唯一有印象是 妳外公生病在台大的時候 那時候我也在醫院 然後就在走廊 大概每天滿晚的時候 妳媽媽就會瘦瘦的一個人 去看妳爸爸 然後走出來 那我有時候再碰到她 我也不知道她認不認識我 我覺得我應該也認識她 然後我們兩個就是 很日本式的打招呼這樣 這樣子 甚甚的因為大家家裡都有 都有病人這樣 妳就這樣 是 然後妳媽媽也是 然後就又五塊走 然後第二天又在那裡走過來 然後我們又這樣子一下 那個時候我幾乎是每天一放學 也是馬上去醫院 可是我那個時候比較 胖一點 對 胖一點 然後比較沒那麼體貼 所以我一到那個外公的病房 就倒頭就睡 從小長大其實 妳等於媽媽都不在身邊 那個時候小時候 媽媽就是很難得可以回來 所以我會吵鬧 因為我搞不清楚選舉是什麼 我幾乎從寶寶的時候 媽媽就在選舉 我真的不知道選舉是什麼意義 所以妳三十歲 三十歲這當中 妳媽都一直在選舉 對… 她已經當了三屆議員 六屆立法委員 所以妳媽是嫁給選舉 對 所以妳現在知道我的胎教是 妳的胎教 就是 真的很特別 妳媽媽所以 是承襲妳外公嗎還是 其實她不是喔 非常叛逆 她自己跑去選舉的 然後我外公很反對 然後我外公就直接跟她講說 其實妳外公那時候是監察院長 對不對 也是一個高官 對不對 像妳爸爸會讓妳去競選嗎 我要做什麼 因為我爸爸擋得住嗎 所以我爸爸講過一句話 他有一天太人記憶 他說我做過外交部長 做過駐美代表 全世界哪一個這個 這個部會首長我沒見過 沒有去談判過 為了國家大事 我唯一失敗 就是面對我女兒